各位小老婆 汽車資訊網友們大家好 我是大叔 在大叔旁邊的這一輛就是 KTM 790 ADVENTURE 這次大叔要帶各位來看一看 這一輛在國外 ADV 車款當中 享有極高平價的多功能車款 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 請跟著我們報導往下看吧 先來談到動力吧 790 ADVENTURE採用的是一具並列雙缸引擎 這顆引擎跟790 DUKE所採用的是同一顆引擎 官方代號為LC8C 這個C就是緊緻的意思 也代表著這顆並列雙缸引擎 將是同級距當中最緊緻 體積最小的一個機型 KTM為了開發這顆引擎其實下了不少苦心 當然我們也在去年的米蘭展看到 未來因應歐盟更嚴苛的環保法規 所以接下來會有890 DUKE R的誕生 那是不是代表著未來所有的790的車型 也會無痛升級到890的排氣量呢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但可以看到就是 以目前790 ADVENTURE所搭載的這一顆LC8C引擎 老實講動力已經相當足夠 雖然它跟790 DUKE的動力帶有些小小的差距 790 ADVENTURE的動力只剩下95匹 但是呢88牛頓米的扭力 則在6000轉的時候可以可以出來釋放 我想這是因為車型的關係 那我們都知道說 ADV車型其實有時候會在越路面上面來活動 那過大的馬力跟較高的轉速其實是不太需要的 那更強調的是在中低轉的一個銜接 跟扭力的釋放 那790 ADVENTURE在這方面調教的相當的好 雖然它的引擎還是有一點點偏高轉的屬性 也就是說當你把轉速拉到6000轉上下的時候 這顆引擎可以發揮出它一個最大的扭力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設計讓你在越路面的時候 可以很輕鬆的 而且很好操控的來使用動力然後傳到到後輪 相對於大叔之前騎乘過1290 SADV的經驗 790 ADV的感受是更輕 動力方面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可是因為車重的關係 滿油只有208公斤左右 所以呢在整個操控感上面是相當的輕盈 甚至大叔會覺得有一點像是350等級越野車的那種感受 就是在整個handling還有加速性 跟整個車身懸吊的配置都非常的棒 當然這個只是一般的版本 它主要的對象其實是讓大部分人使用在公路 然後長途旅行上面 那越野因為它的懸吊的配置200mm 所以呢其實並不是它的強項 但我們今天其實在水牛坑這個地方嘗試了一下 大叔覺得這樣車的越野能力其實也不差 但是如果說今天有790 ADV R R版的則是有240mm 這樣的一個更高階的配置 在越野路面上玩起來會更開心 過越野路面的時候你會覺得它更像 傳統單剛的越野車那樣的靈巧 好那談完它的動力 我們來聊和它的操控 今天整天試乘下來 不管從公路一般的市區快速道路 甚至到越野路面 大叔覺得790 ADVENTURE它是一台非常平均的車款 當然因為普通版的關係 它的設定倒是針對公路來使用 所以呢不管是你在一般的三道騎乘 或是高速騎乘的穩定性來講 790 ADVENTURE給我的感受相當的穩定 不會因為它設定是一台多工人車 就會讓人覺得說它在高速的時候那個懸吊 或是車身整個扭動 其實是很不安定的 790 ADVENTURE並沒有這樣的狀況 那或許是因為KTM本身 就是以越野車起家 所以在懸吊的setting 還有整個動力跟車身平衡的部分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當然它的對手 B&W的F850 GS來說 在越野路面上的表現其實是還不錯 但是在公路的騎乘上 因為它懸吊行程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在高速的時候 你會覺得車身的晃動會稍大一點 因為那個懸吊畢竟是230mm 加上它針對的是越野路況的使用 所以它的整個調性比較軟 但在790 ADVENTURE上面 我們可以發現 它的懸吊的調性 是稍稍有點偏硬 雖然它不可調 前後都不可調 但可以看得出來 它整個設定就是為了公路來使用 不管是你高速的情況之下 變換車道 車子並不會有一般懸吊過軟 或是車身扭動的狀況 而且加上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790 ADVENTURE 最大的特別是它的油箱下移 我想這台車在操控上面 一個很大的變革 以大叔騎過越野車 像1290 SADV來說 因為它的油箱在上面 所以重心在滿油的時候 特別是在別去做S型變換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油料的晃動 會影響車身的穩定 還有騎士改變重心的一個力量 但是在790 ADVENTURE上面 你看不到這樣的狀況 因為它把油箱整個下移 所以導致重心比較低 而且呢這個油箱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比較往外擴展 那當然除了是把重心降低之外 那這個也成為一個 當你導車的時候 它的一個緩衝跟保護 我們都知道說 像B&W的GS車系 大鳥車系 為什麼導車的時候很好牽 是因為它的引擎蓋 鋼頭蓋很突出 所以導車的時候 它車不會直接跟地面乘平行 會保有一點角度 那這個我們在牽車的時候 就會比較順利 而且比較省力 當然下移式的油箱 這個是最大的特徵 那一旦油箱下移之後 它跟操控有什麼關係呢 除了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重心的改變 再來就是呢 騎士可以把他的腿 大腿 可以更往前移 特別是我們在戰力騎乘 針對越野路況 來做操架的時候 我可以 騎士可以將重心啊 手把更加拉近 那大腿不會因為被油箱撐開 然後導致你在甲池上有一些狀況 整體來說 大叔會覺得 它跟690 Enduro 比起來在高速道路上面的行駛 真是舒服太多了 當然它也保有了 690在越野路面上的那樣靈活的程度 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要知道說 一般的多功能車 雖然標榜多功能 可能是公路 越野或其他的路況 但事實上 大部分的多功能車 都只針對公路來使用 可能80、20或是70、30 但大叔覺得整天試乘下來 790 Adventure給我的感受是 它是一個非常平均的 可以達到50、50的一個車款 當然我們今天試乘的只是一般版 如果有機會試乘到R版的話 那可能這個比例又會稍稍改變 因為整體的設定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我們談到超況 我們現在來談配備 790 Adventure的配備 大叔覺得其實算是蠻有誠意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LED大燈 KTM家屬的特徵的LED大燈 在外觀的辨識度上相當的容易跟清楚 然後呢 加長的風鏡 標準版的話它的風鏡是比較高的 那如果是R版的話 因為考量到越野的關係 它會給一個比較短的風鏡 那風鏡的擋風效果相當的好 像大叔在快速到120、100上下的時候 其實那個正面的擾流效果是相當的不錯 就算我戴了鳥帽 但我的頭部依然沒有被風吹的搖晃 這個是我覺得風鏡還不錯的地方 那再來護工 雖然它標配的是一個塑膠的護工 但這個其實對於一般輕度越野的玩家來說 其實已經夠了 而且呢這個護工也達到保護手部的效果 那再來看到它的座高 KTM比較特別 相較於其他車廠會推出所謂的LD 或是LC 甚至所謂的亞洲版 KTM不玩這一套 那怎麼樣改變座高呢 它利用了不同厚度的座墊 還有呢套件 來達到升高或是降低車高的一個效果 這個部分呢大叔覺得 其實這樣做是比較正確的 因為以一量多功能車來說啊 真正的戰場其實不是只有用於長途旅行 或是通勤而已 它其實更多玩樂的地方 是在這些越野的路面上面 那如果說過低的車高 雖然我們腳可以很輕鬆的平放在地上 但是在越野路面的時候 會限制它的一些行動 那今天790 Adventure 它給的座墊有兩個高度 一個是850mm跟830mm 那如果以830mm來講 大叔的腳可以完全平放在地面上 850mm會稍稍的墊一點點 但是還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除了這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WP的前叉 這是Apex等級的前叉 那雖然它不可調 但是大叔覺得它的調性 在公路或是在輕度的越野路面上 相當的好用 不會像有一些車款 為了要遷就於越野路面 所以它的懸吊的調性會調的比較軟 導致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車身的晃動比較大 那790 Adventure沒有 但大叔其實很想試試看 如果R版的全可調避震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這個只能看往後有沒有機會了 好 那我們車頭部分看 那當然還有它的 現在KTM所有的車系 都用使用的TFT的功能儀表 這個也是跟老大哥 1290 Super Adventure差不多 就是你該有的都有 包括KTM My Ride的藍牙整合系統 那比較有趣的是 它的電控 大叔覺得電控真的是 KTM車系的一個強項 雖然沒有像B&W車系這麼的豐富 可是你就一般的使用者來講 其實這樣已經很足夠了 而且這次它在ABS這個部分 它有關閉、道路跟越野狀態三個選項 那如果你是切到越野狀態的時候 ABS後輪會關閉 那只剩前輪 但是我們在越野路面的時候 它可以保有一定的安全性 另外一個就是它有MPC跟MSR 那MSR是什麼呢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在KTM來說 它就是偵測到前後輪速不一的時候 特別是像我們快速退檔 造成檔位落差過大 導致後輪會有鎖死的狀況的時候 它會自動的幫你在補油 去降低這個 因為檔位落差過大的一個滑差的現象 那這個部分是標配 以往的話可能在比較舊型的車款 它是需要付費來打開的 但這次KTM很有誠意的就是 MTC跟MSR通通給你 790 Adventure跟790 Duke一樣 都有快排的選項 不過是選配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快排的功能 那可能要另外付費把這個功能打開 但以大叔今天整天試乘下來 因為這輛車是試乘的關係 所以呢 總代理它有把這個功能給打開 讓媒體能夠去了解到快排的差異 所以我真的覺得如果你是有心想要入手790 Adventure的車主 你一定要付費去把這個快排功能打開 因為太爽了 它不是只有進檔而已 它連退檔都有 就跟790 Duke一樣 我真的強烈建議你一定要去付費打開這個選項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最後來聊一聊今天整天的一個試乘的心得感受 大叔會覺得如果說今天要71萬8的預算 你對KTM有很大的興趣 你也想要來了解一下多能車的樂趣 大叔會建議你買790 Adventure一般版 如果你沒有太大的越野的需求的話 買這個就夠了 因為它的整個配置還有價格來講 5萬塊的價差雖然不是太多 但也不太少 你或許可以買一些其他的部分 譬如說心理箱或其他的東西 那790 Adventure的表現不會讓你失望 我覺得今天在道路上面 如果你的膽子夠大 你把MTC跟MESA關掉 然後呢 ABS關掉的話 這台車會有讓你有那種騎滑胎車的感受 非常的狂暴 特別是轉速在6000之後 到大概1萬這個Range 你會覺得整台車像瘋了一樣 會有點抓不住 那如果你今天你是對於越野或是林道 有一個特殊癖好的玩家的話 也就是說你得那種 你不站著騎就會死掉的那種病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790 Adventure R 為什麼 因為一個重量 我們都知道說在林道裡面使用的話 車子越清越好 以免倒車的時候 或是回車的時候 你要搬要拉 可以省去很多不少的力氣 整體的感受 雖然沒有騎到R 但是就標準版來看 我相信R的性能值會更強 如果以大叔來講的話 我會多花5萬買R版 因為我更喜歡去山裡面玩 那至於說 跟同級對手比起來呢 大叔會覺得 KTM的強項其實就是在越野方面 這個是我想全世界的車迷無庸置疑的 你不想要騎那麼重的車 但是你又想要玩一玩越野的那種樂趣的話 790 Adventure是你可以考慮的部分 整天試下來我覺得非常的爽 特別是在加速 特別是在越野這個部分 我覺得它已經跟1290 STV差不多了 但是更輕 更沒有壓力 我很期待總代理未來能夠有R版的試乘車 可以讓媒體來試乘 因為這樣我覺得可以更讓消費者去了解說 到底兩牙車的差異在哪裡 不過今天就我們試標準版來看 它真的是一台很值得推薦的車 如果你的預算夠的話 好 那就是我們今天對於 KTM 790 Adventure帶來的介紹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有更多問題 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節目 還要打開小鈴鐺 我是大叔 下次見 掰掰 790 Duke所強調的 中高轉的一個動力 稍微消耀 對不起 怎樣啦 怎樣啦 不要全部衝一下 好啦好啦 我害怕 我害怕你們可以嗎 不要害怕啦 我好怕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在巴黎的水牛坑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有很多的水牛 那今天的主角就是這台 KTM的790 Adventure 跟後面這群水牛 到底會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請跟著我們報導看下去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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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